家中有了小孩之后 父母今的生活从此也变得不一样了 为了让小孩顺利乖巧的长大 父母可说是费尽了各种心思 以下就是一些国外父母如何使用聪明有效的方式 顺利收服这些小孩 让他们变得乖巧不再捣蛋 如果你也面对一样的困扰 不妨参考一下 用家里的93C产品 当作免费的宝宝监视器 利用雪碧和软糖 帮小孩制作好吃的冰棒 把群集手套当作小孩的靠垫 有了这个手套 孩子再也不会走丢了 一秒将玩具全部收起来了 当妈妈也能够非常优雅 利用不要的罐子 方便小孩洗手 天才爸爸才能想出的偷懒方式 觉得乐高玩具很脏吗 可以每个月用洗衣机洗一次 让小孩坐在瑜伽球上写功课 他们会更加专心 这样玩具就不会飘走了 让小孩不会将自己繁琐的设计 家里有小孩的人都觉得这个设计很棒 利用电风扇帮小孩做一个城堡 将家里的充电器遥控器模样都画在纸上 当你找不到时 可以要求他们一起帮忙 让小孩穿一件不合十寸的衣服 看着他慢慢长大而变得合适 给孩子一个没有连线的手把 他们就不会打扰你玩游戏了 让孩子把做家务变成有趣的游戏 让孩子在墙上挥洒创意 还可以将涂鸦的部分舍弃掉 对付爱涂鸦的小孩 将他放在箱子里 让他画个够 将零食藏在小孩不感兴趣的包装袋里面 工作时小孩在身边很烦吗 让他用清水帮围栏上油漆吧 小孩不肯喝药吗 让他喝百事可乐吧 一秒绑好马尾的方法 利用吸尘机的辅助 感谢观看